距高唐县36公里 距德州市31公里 距济南市82公里 本次地震震中位于北纬37.16度 东京116.34度 距离平原县8公里 距五城县 发现了部分的墙体和房顶坍塌的情况 据村干部介绍呢 这是村里受损最大的一处房屋 但是房子里并没有住人 因此山东省应急指挥中心发布的最新消息呢 平原县目前已经发生余震52次 那么经过排查 有74处房屋倒塌 那么道路交通通信电力保障等情况都正常 油气管道没有泄露